女騎士把孩子擺在後座上 一手騎車 一手扶小孩 只見孩子似乎睡著了 頭不停搖晃 隨時都有掉下來的危險 看得讓人心驚膽戰 拜託 鵰子不是這樣說生笑的 一支手騎我都買一支手 怎麼買頭筋就好 這是發生在嘉義 主旗189縣道 金縣的一幕 民眾不僅為孩子的安危 捏拔冷汗 他後面都沒有綁很緊 然後就是把小孩放在後面 他太危險了 像那個我們的兒童背帶 再把它固定一點 那看是拉緊一點 只要讓它那麼搖晃 或許會比較安全一點 我們機車負載人員的話 一定是要在後座 不可以在前座 因為他比較小 我們還是不建議用背負的方式 讓他這樣子來搭載機車 把孩子拿背帶固定 背在後面 雖然法律沒規範 但安全起見 建立單位並不建議 如果在機車後座設立兒童座椅 對6億長寬高的規範 不過監理單位也強調 機車如果設置兒童座椅 還得完成變更手續才能上路 去VBS新聞 極健亨 葉鳳達 南部報導 year-to-day 報道 小光 建議